大家好,欢迎回到Watson Sour 转眼又一年了 不知道大家今年喝了多少令人难忘的美酒呢? 今天米酒堡就为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Watson Sour最热卖的酒款 让大家都不要错过任何的美酒 开始之前,记得like,comment,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影片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去影片 首先由旧世界开始讲起 波尔多的葡萄酒一向都受香港人欢迎 来自马哥的传奇二级装Chattola Coms 正牌副牌酒都有上榜 另外是来自Saint-Julien仰清州八通的Château Boulin de Cou 的正牌酒也有上榜 至于Poyard方面,有两支副牌酒 Reserve de la Comtesse 和L'Etoile de Longuevie 年份方面,似乎大家都对某几个年份情有独钟 包括有2009年、2014年和2016年 来自法国的葡萄酒,还有Rhone Valley和Lua Valley 这两个地区 分别最热卖的就是Château La Lue的Château de la Pau 和这支来自Domingue Champure Ballon的Saint-Ce Saint-Ce是我们年底开Party吃3号一流 介绍完法国,就到其他欧洲国家 首先有来自意大利的明星酒庄Tomasi 他的Armorone可以说是意大利东北部的明星酒王 以精选的风干提纸氧造,口感爆满,腹育香濃,酸度充足,配餐一流 接着就是来自西巴牙的明星酒庄Todonia 这支Reserver的性价比非常之高 现在我们在买这个2001年的年份 年份就更加容易入口,现在的喝就最适合了 来自德国方面,当然由Whiseling勝出 喜欢比较干净的朋友,可以尝尝一瓶Muller Cartois的Mousse Black Riesling 喜欢甜点的朋友,可以尝尝一瓶来自Mass Fred Richard的Vernemberger Yaufer Cabernet Riesling 他们两支表现的风土特色都很出色 和很多不同东南亚的菜式都很相亲 介绍完All World的葡萄酒,不如我们也介绍一下New World的葡萄酒吧 首先有之前和我们在Watson Sauer合作过在大排档吃饭的Montes 今天他们上榜就是由CP值超高的Montes Alpha系列 这支最好买的就是Cabernet Sofion 同样来自南美洲的阿根廷的Captainer酒莊 他们就是高海拔种植的先锋 今年上榜的当然就是来自阿根廷最出名的葡萄品种Malbert 这支Captainer Mendoza Malbert都榜上有名 在美国方面,这支来自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酒莊Beringer 它的Captainer Sofion也是以浓郁黑果见清 喜欢喝浓郁的朋友就一定要尝试一下 至于近年越来越受欢迎的产区南非 今年就由我们这个Buchenholzfruth的酒莊上榜 这支Captainer Mendoza Malbert 就是来自Cirac的韵养 是当地非常受欢迎 和出名的Premium酒款之一 最后当然不少澳楼这两个产区 说起澳洲,大家一定都认识Penphos 一两款来自跨产区葡萄混养的酒款Bin407和3009 就是最受大家的欢迎 鄰近的纽西兰,气候清爽 样造的Souven Blanc都非常出色 这款由前Captain Bay样酒师样造的Doc Pond Souven Blanc 它的清草味和热情果味非常突出 都是每年我们最热买的酒款 香槟方面当然有我们每年 都是我们Top Seller的Penri Jouer 巴黎之花的Gorm Brut 今年还有红果味非常出众的Wernard Croce 当然法国就不单止有香槟这一款气泡酒 Cumont d'Arsas就是其中一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支 来自Luciane Albrecht的Cumont d'Arsas 样造的葡萄有点不同 但做法是一样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试试试 有兴趣的 另外Lua Valley地区的Tumont 都非常出名的 这支是来自一个超过150年历史的酒装 Arcuma 它的风格就比较Elegant 优雅 喜欢这个风格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除了法国之外 意大利也有好选择 这支La Maca的Boseco 夠Fruity夠Fresh 是香槟以外的好选择 最后甜酒方面 就是来自加拿大的Ice Wine上榜 加拿大是出产Ice Wine最多的地方 而这支Penituary Estate 就是当地最大 和拿过最多奖的Ice Wine producer 如果我们买Ice Wine 就看实这个Ice Wine 实无死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热卖酒款 非常多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来近新的一年 我们会为大家爱酒之仁 搜罗世界各地的美酒 喜欢今集米酒报的朋友 记得like、comment、share和subscribe 我们明天见 拜拜